There's a thing of do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do 所以我哥哥其实都很喜欢吃西餐 然后特别是小贩中心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新一代的小贩 进去这个宝哥的那个culture 哈喽大家好,我叫陈庆祥 我今年30岁,我是一名小贩 在银行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 可是因为经常会有那个Sales Market的压力 然后就决定在2019年年尾离开银行 然后2020年年头的时候 经过朋友的介绍 然后就知道了接触到了数字货币 然后他们做的那个表面功夫其实都很好 我总共亏了差不多40多千了 那时候是从大学就是储蓄 然后在银行做了一年多的时间 慢慢累积起来的小储蓄 然后投资失败后 其实我哥哥看到我很沮丧 然后他就说他会出资 要不如我们一起来创业 一起做一点小贩 我哥哥其实都很喜欢吃西餐 然后特别是小贩中心 然后现在这个年代 其实大多数的小贩都已经比较年长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新一代的小贩 继续这个hooker的那个culture 在开业之前我们其实有跟我哥哥的一个朋友 他其实是一个已退休的那个厨师 我们跟他学习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比较特别的东西有可能就是 一定要butterfly的就很好 就是要切开那个鸡肉块 看起来有可能蛮容易 可是其实不容易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的手都蛮多blaster的 对那个时候 在这里做工的大哥大姐 其实他们都会很好 很鼓励 然后很帮助你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要问他们 他们都会很乐意帮帮你 我们营业后其实不久不到一个月 这个政府就开始收紧防疫措施 然后再过了不久 又有那个horming的covid cluster 然后最近其实有那个牛车水大厦的疫情 所以这一路走来其实是很不简单 因为有时候当生意真的不好的时候 我准备的那些材料啊 牛肉啊 像牛肉鱼肉都是in batches 所以它如果过了两天三天 其实卖不出去 除非是自己吃完它 朋友大多数都给丢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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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